好,第十一题,我们要Proof这一个 so,在这一边,我的left hand side 是sin a加 b cos a-b 所以它是sin a cos b加 cos a sin b 成cos a cos b-sin a sin b 所以它这一个就会变成了sin a cos a cos b -sin a cos b-sin a sin b cos b 然后再加 cos a sin b 然后cos b,然后再减sin a cos a sin b ok 然后sin a cos a 然后sin b cos b 好 来,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呃 这边做错了 他cos a-b 的时候,这个应该是加 所以他这个应该变成加加 啊 sin加变加,cos-变加 啊 然后我的这一个就会变成sin a cos a 抽cos b加sin b 这个比 这个是sin b cos 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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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so,你可以看到这一个cos 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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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in b cos b 这样抽出来 然后我的这个sin b cos b 然后我的这个sin b cos b 然后这个加cos b 这样 ok 然后我们知道 sin b cos b cos b 所以他就会变成呢 sin a cos a 加sin b cos b 这个就是我的right hand side 好 好,f的这一边 我的left hand side是这个 然后他会变成cos b cos q 加sin b cos q 然后 然后 genommen 底下 所以在这一点的时候他就会变成这一个缺 这个 再减这个 so 我的这一边 cost p 我换位置我这两个换位置 这两个换位置 ok 所以我就会有这一个 这个等于这一个减3p cost q 然后再加3p3q 然后再减 cost p3q 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前面的这一个可以抽 cost p-3p 然后抽 cost q 出来 后面的呢就 3p 减 cost p 所以我不要放加 我放减 抽减 减 3q抽出来 他就变成减3p 加 cost p 所以我这一边呢 他就会有 cost p-3p 乘 cost q-3q 对 cost p-3p cost q-3q 对 ok 嗯 减 a 加 b 等于 b-a 啊 这样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 right hand sup so 这个就好像四个 terms 这一边 我们就有四 terms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做的东西呢 其实就是那个 呃 form 2的时候学的 那个叫做 分 组分解法 ok 分组分解法 就前面两个一组 后面两个一组 然后在前面两个抽一样的 后面两个抽一样的 然后又有一样的东西 再抽出来 然后变成两个挂弧啊 四个他们变成两个挂弧 from 2的时候有学了 from 2 chapter 2的时候学了 from 2 chapter 2